为了要保护社区的民众住的安全 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市议会最近全数通过 指使民众来安装防盗门铃 而且呢未来一年之内持续的追踪与评估 是否要扩大办理 蒙特利市警官凯利表示 此次的回馈计划是根据天普市与亚凯迪亚市的经验而制定的 透过市政府与Bot Home Automation公司两方的补贴 每一户住家只需要支付99美元 就能获得原价199美元的Ring视频门铃 来对屋外环境进行监视 并且能分享可疑视频 提醒邻居提高警觉 东四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